嗨,大家好,我是辛西娅,也是一位两性作家 同时也具备性咨询师、性治疗师、性教育师的合格证书 欢迎大家收看辛西娅怎么办 今天我们要来回答这位苦主的提问 亲爱的辛西娅你好 我是长期收看你YouTube频道的忠实观众 学习到很多取悦女人的性技巧 不过,有时候时间有限 请问女人还有没有哪些地方 一挑逗就让她立刻吃达达 甚至达到高潮 让她能体验像巴斯光年所说的 飞唱宇宙、好看乌鸦 很多男人都有下列这个迷思 女人都是靠性交抽叉时达到高潮 其实不然 有在follow Cynthia的朋友一定知道 要让女人高潮掌握阴地 hold住小痘痘 能更有效、更精准地为女人制造高潮 如果还没有达到高潮 至少水位上升,湿到不行 不过,其实人体有性感受的开关非常多 通称于敏感带 今天辛西亚就要带大家来揭开女人身体敏感带的部位 并且教男人如何挑户 让你根本不需要指导花心 就已经让她春水吹满地 含像半步颠 女人敏感带衣 阴地 对付阴地最好的工具就是 唇、蛇 而且循序渐进 最能够撩拨情欲 请想象你在吃一碗泡面 并切记吹含 吸舔扣 五字心法 当打开她的大腿 请先在内侧用鼻息 深吸或者是 轻呼几口气 深吸是确保你即将开吃的鲍鱼是健康而新鲜的 气息应该是淡淡的发酵酸味 如果闻到臭鸡蛋腐烂味 切勿开吃 预知详情请参考新西亚之前的影片 接下来采取真空吸笋 然后让你的舌尖在她的音地上画圈圈 看你要顺时钟或者是逆时钟都可以哦 接下来就是将您的舌头 想象成是一根毛笔 然后在她的音地上写下英文字母 大写、小写或者是草写 约泡的时候也可以写下你的手机号码 或者是你英文名字单字的拼音 然后让女生去猜 反正目的就是在她的音地留下你舌头的签名打 好玩乐趣十足要高潮迭起 女人敏感带二 胸部跟乳头 假装这个道具是女生的乳房加乳头 当男人你在挑逗时候 不要只会进攻乳头又捏又掐 必须记得整个乳房跟乳头 再不经意地刷过她的乳头 要一副whoops我不小心刷到 然后不经意地触碰到她乳头的感觉 再用指腹加强力道 好像在帮她按摩跟按赞的感觉是一样的哟 最后再出动你的唇舌 用重复挑逗阴地的方法 此时她的下半身应该不是只有湿润两个字可以形容 而是水霸泄洪 女人敏感带三 耳朵跟耳垂 多数男人以为只有耳垂 其实大错特错 其实耳垂这个地方布满了神经 一骚弄就带给女人雷霆万钧的感受 就像是现在 以三寸不烂之舌玩弄是最佳王道 但切记不要吸得太大力 太大力吸吼 会让女人担心我们的耳膜会被你们给吸破 而且由于靠近耳朵 吸的声音会变得超级大声 非常没few 舔弄的时候可以沿着耳壳 然后舔进她的耳洞里 顺便再来个dirty talk 好比 说的时候请你 用正常声量说 baby你好性感 我好想要你 会非常的杀风景哦 以上就是三个最容易让女人 湿大大的敏感带以及操作方法 新西亚今天也非常敬业的做了亲身示范 赶快留言我鼓励我 因为你们的留言跟鼓励 也是我的敏感带之一 新西亚会很高兴的哟 喜欢新西亚的影片 请按赞留言分享跟订阅 也别忘记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